最近在小黄鱼上我发现了居然有人在卖行李箱盲盒 号称是国内外航班旅客托运的行李 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行李箱被扣留下来 然后航空公司给予赔付以后呢 这个行李箱呢就直接拿出来售卖 并且根据大小重量啊 全部标了不同的价格 有600的700的800的甚至1000多的都有 这飞往国内外航班 除了带衣服你应该会带点别的东西吧 那按照他给我的图片啊 600块钱和800块钱呢 我分别各挑了一个啊 主要是就剩这俩了 其他都卖光了 来到货了兄弟们 这个小的598大的798 总共这俩箱子花了咱们1500多啊兄弟们 反正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 到底有没有好货咱们今天就知道了啊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帮忙点个赞回个血啊 那首先先开这个598的啊 没错啊 这个确实是我挑的那个型号的 这里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是9月8号检验完的 中国南方航空拖运单检验未合格 然后这里全部贴了封条啊 这如果上了锁的话 我感觉还得给它撬开啊 完了还真上锁了 这完全锁住了 根本打不开啊 只能用暴力给它拆开了 我的天哪 这是哪一家品牌的这个旅行箱啊 这么硬的吗 差不多是已经开了啊 还有一个锁扣打不开兄弟们 我已经不知道我敲了有多少锤了 严重怀疑这箱子应该才是最值钱的 我去三包洗衣液 这确实是旅行装小包装的 但是我感觉正常人应该不会带三瓶出去吧 这总感觉要上当啊兄弟们 我螺蛳粉一带 出去旅行带螺蛳粉啊 我天哪 还是需要煮的这种 又来一包 不过这里面真香啊 这全是那种香水啊 洗衣液 还有那种洗头膏的那种味道 而且看来这衣服 这应该是女生用的啊 但是看来一下 好像几面没啥东西啊 安基酥缓面膜 这新的啊 没拆过的 这正常出门应该不会带这种新东西出去吧 啊 这个是杯子还是什么 然后加一个护发霜啊 这个已经是用过的 哦 原味水壶兄弟们 这应该是人家喝过水的 我的天 出门带这么多纸巾的吗 还是小包装的 泡菜汤 这原主人是个吃货呀 又是一包吃的 这个是白桃味的固体饮料啊 这个小手绢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瑜伽裤一条啊 这肯定是穿过的啊 想都不用想 没什么用 漱口水一瓶 眼线笔一只 就不知道值不值79块啊 又是一件衣服啊 是这种的 这个蕾丝包边的那种 应该是睡觉穿的啊 又是个连衣裙啊 完了 这全是女生的衣服啊 兄弟们 女生的衣服 我觉得就不太好展示出来啊 我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啊 哦 南京大学校园卡 兄弟们 外语系本科的 长得还挺漂亮 说实话啊 这应该是饭卡 还是什么东西啊 丢了 这里还有一个沐浴露啊 被我刚刚砸烂了 我说怎么那么香啊 这是韩国的牌子吧 除了这些 就还有一些衣服啊 包括内衣之类的啊 那我就不拿出来了 这太那个了 那总共就开了这些东西 唯一知道信息的就是 这主人是南京大学的一个女生 然后就开了一堆衣服 然后还有一些吃的啊 而且这女生还是个吃货啊 买的螺蛳粉 还两包 天哪 我只能说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就得到这些东西 有点亏啊 说真的啊 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箱子 应该才是最值钱的 我上网搜了一下 这箱子还真是个牌子的 最便宜的都得卖个五百多块钱啊 这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哈哈 雪亏啊 兄弟们 来这里还有一个啊 这箱子比那红的要拿的更重一些 这个还更厉害 这有两个密码锁啊 我天哪 你上一个我都打不开 你上两个 嗯 这个开了一个兄弟们 密码是520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520吧 箱子保留了啊 不用砸了 兄弟们 密码520啊 是亏是赚 就看这一下兄弟们 我去好无重啊 就这 不是 这还是个女生的东西啊 我说怎么刚刚拿着有那么香呢 这真不是我故意的 我本来是说想买一个 看着像男生的 想买一个看着像女生的啊 没想到买的两个都是女生的 这个应该是个香包啊 就这个东西 闻的最香 是什么东西啊 Cosplay 女仆装啊 还不是纯粹的女装 这 垂手服啊 这是什么 红色连衣裙 粉色连衣裙啊 还有这样的 这又是个连衣裙 穿过的丝袜 我看这边有东西没有啊 哇 别有洞天啊 来来来来 好好挑一挑 这个应该是内衣啊 这个我就不看了啊 我这是化妆品啊 兄弟们 蒸汽眼罩一盒 补水面膜一盒 随身暖宝宝贴 这一大包啊 我去还有一包 这么重的一个洗眼睛呢 啊 一个苹果的充电头 20瓦充电头啊 这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啊 诶 又有一个 这是线啊 一个头一个线 你看一套 诶 三星耳机 这个拆过了 我干 这是空的呀 里面就一个线 还有耳塞啊 耳机不见了 空的 这里有一包化妆品 我去 这是水乳吧 粉饼 诶 耳机在这儿兄弟们 哦 在这在这 这耳机值多少钱啊 然后这是什么 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这都是一个牌子的啊 这里 这个是洗面奶啊 沐浴露 花瓣型的 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大的沐浴露啊 就没了 空了 诶 口红啊 还是用过的 粉饼的话也是用过的 你看 这都快没了都 牙膏 新的 还有一个是 这是卫生巾啊 这是什么 哦 这什么东西兄弟们 是金子的吗 还是铜的 你们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看着不像是金子啊 像是铜的啊 这里还有一个TF的 我去这口红没用过 你看 新的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包这个东西 也是没拆过的 应该是个补水套装啊 新的没用过 这里还有一个煤笔 诶 我的天兄弟们 这两个箱子里面开的煤笔 是一模一样的呀 说是说没打开 但是里面的东西 我感觉 这好像是刻意被人家塞进去的呀 你看 好 1500块钱的 总共就开到这些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咋样哈 而且我严重怀疑啊 就像什么漱口水啊 这个吃的 还有这个煤笔 就这些东西 没拆封过的 全部都是人家后期塞进去的 它里面我估计正儿八经的 应该只有这些衣服 还有这个化妆包 还有这个耳机 这些东西 其他的话 全是后面塞进去的 就是为了卖高价 我猜是这样的啊 所以如果各位以后看到了 就是这类的行李箱盲盒之类的 我见一个玩意儿别买啊 要不然你可能就会像我一样啊 多少钱全部打水漂了啊 基本上就是开到的东西吧 很日常 但是又很假 你知道吧 你看谁出门 会带这么多的洗液 兄弟们 三瓶还是没开过包装的 还有这牙膏啊 带一盒没用过的牙膏 那这个包其实就还好啊 这里面粉品 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 全部都用过啊 这个我觉得才是 原主人的私人用品 其他的东西太假了 反正1500块钱啊 兄弟们 我买点排骨盾 不想我买这玩意儿 真亏啊 最近我又发现一个盲盒啊 名字叫做iPhone盲盒 号称共计100个盲盒 最高能够开到iPhone 11 iPhone 12 并且没有套路 没有花里胡哨 买一个少一个 一个盲盒呢 只卖48块 那这样说还真是亏本啊 因为iPhone 12一台的话呢 最少也能卖个一两千块钱啊 所以话不多说啊 今天又是放学的一天啊 花了600块 买了13台啊 凑了个整 其实上个月呢 我就已经买了 但是商家发货比较慢啊 所以沟通以后呢 商家承诺啊 给我多送一个盲盒 所以总共来说呢 就是14个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600块钱砸下去啊 我们到底能够开到 什么样的手机啊 所以说啊 花钱的坑 我替大家踩啊 免费的点赞 各位帮忙 支持一波 我先看看数据线是大的小的 如果是小的 朋友们 那这就转到了啊 小的小的 有了这个数据线啊 这基本确定iPhone5往后 对吧 这只要不是iPhone5 都转是吧 这好像真是iPhone5啊 不 不是iPhone5啊 这是iPhone5s 朋友们 指纹解锁 我看见没 上面标了个32G啊 第一台啊 就开到了 32G的iPhone5s啊 不过就这个地方 好像有点开裂了呀 这个屏幕会有点问题 能正常开机啊 我估计这个手机啊 肯定也是当年很多人 喜欢用的一台手机啊 有同感的 扣个一好吧 好 进入系统了啊 没问题 没问题啊 iPhone5s啊 但是是美版的 32G的容量 系统是iOS12.5.7 这系统太新了 估计用的可能很卡啊 指纹件啊 试了一下是坏的 用不了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啊 32G的 那我估计 80块钱 这是第三台啊 这个有保护啊 我感觉有保护的都是好手机啊 朋友们 一看到这个我就知道肯定是老的啊 这就是4s还是4啊 还是3G啊 哦 还不是iPhone4啊 朋友们 他先给错了 他是不是把这个手机的数据线放到这个盒子里面了啊 这个看的好新啊 这手机啊 iPhone5啊 朋友们 上面有一个home键啊 你看5s对比iPhone5的话呢 就是指纹解锁啊 这也是一台32G的手机啊 但是是iPhone5 不过橙色的话呢 是比这个要新很多的啊 OK 没问题啊 哇 这还是老系统的呀 那不妥妥赚了吗 也装了这么多游戏 你看 我的天哪 你看我这里有一台4s啊 这个老系统我玩的就非常爽 给我来一个iPhone5啊 6.13的系统 那这个就肯定是更流畅了啊 丝滑流畅 想怎么玩怎么玩 你看 因为我当时买的这一台4s的话呢 我就花了100多块钱啊 那这个iPhone5呢 就更不用多说 200块肯定是值是吧 毕竟是老系统的 而且是32G朋友们 哎呀 赚到了 赚到了 那就三台里面赚到两台 已经算是不错了啊 继续啊 哇 又是一台iPhone5啊 灰色的朋友们 这台是白的啊 这台是灰的 32个G 收鱼跟数据线你看 就是可能稍微脏一些啊 不过是灰色的 一个灰一个白 哎呀 真好看 那我这信心大增啊 朋友们 下一台下一台 完了 这个看数据线就知道完了啊 白色的iPhone4s 有天线的啊 刚好跟我这黑色的iPhone 凑一对啊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新系统啊 如果是新系统就完了 完了 这个是新系统的啊 美版的一台iPhone4s 只有8G 版本的话呢 是7.1.2 哎 其实也还好啊 至少的话不是9系统 9系统的话呢 完全就不值钱 它这里面也装了几个游戏啊 内存太小了 所以装不了太多游戏 也有一个切水果啊 玩起来不卡啊 但实际上就运行起来 它里面那些软件的话呢 还是略微有点卡的 总体来说还行吧 这7系统呢 至少应该也能值个60块钱左右啊 那这个其实也算是赚到了 对吧 还剩下最后一个大包裹啊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直接统一打包发过来的 你说这是不是贵重物品 放在这里啊 如果这里面开出一台iPhone12 那不得了啊 朋友们 好重这玩意儿 我的天哪 我这是来搞批发的呀 我干 3 6 9 10 诶 我去 它多给我发了两台啊 不过这全部都是iPhone5啊 连5s都没有一台啊 总共10台啊 全部都是iPhone5 哦 那意思就是我们只开到了一台iPhone5s啊 其他的全部都是iPhone5 这个金色的话应该不是iPhone5啊 而是原装的话呢 那这个应该是iPhone5s啊 因为iPhone5的话呢 是没有金色的啊 手机呢 一共就是这15台啊 其中有一台iPhone4 一台iPhone4s 然后还有一台iPhone5s 其余的全部都是iPhone5 然后iPhone5的话呢 黑色的有两台 金色的有一台 剩下的全部都是银色的 最重点是有一台白色的iPhone5 这个是老系统的啊 只有这一台 里面装了很多的游戏 而且这个很新啊 你看 其他的全部都是10系统以上啊 我用了之后 我发现其实很卡啊 就刷视频而言啊 5s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流畅的 就是玩这个小视频啊 但是iPhone5的话 它就比较卡 但是也是能正常玩 所以这手机基本上来说 都是性能差不多的 而且这台5s啊 估计肯定是被它给暴改过啊 它这个温度贼高 你看就刷了一会小视频啊 40度 iPhone5你看 只有35度啊 没干什么事 所以说这个iPhone5s啊 产无人道的摧残 所以才会落到我手上 要不然它盲盒 肯定不会放这个东西 反正就这堆手机而言啊 确实正如商家所说 确实亏本生意 不赚钱的 因为就按商品单价来算的话 每一台手机平均价格 就是50块钱往上 这个确实咱们没亏 但是啊 就这堆手机放在我手上 这有什么用啊 我想问 除了这一台老系统的 偶尔能拿来玩玩游戏 那其他的啊 你说刷视频又那么卡 你觉得它拿来刷视频 还有意义吗 除非啊买过来 我觉得拿来当计算机 MP3 MP4用 那总共这15台 这老系统的我留着啊 其他的全部抽给粉丝 包括这个iPhone5s 总归不会让你们白点赞啊 想要的屏幕底下留个言啊 到时候全部送你们 好吧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本来其实我还想玩 一个那种滑动小游戏的啊 但全部都是实系统啊 得按屏幕才能解锁 能滑动的就是 我手上这几台 诶 看到没有 如果说十多台摆在一起啊 这感觉肯定不一样啊 这盲盒里面 它确实还是有一点东西 你看 最近在网上呢 我又发现了一款 港澳台快递滞留键盲盒 价格呢不是很贵啊 但是我在评价区呢 发现有很多人啊 又开到手机 又开到智能扫地机器人 甚至还有人中到了 超级无敌巨大的陆飞手办 看着中奖率这么高 兄弟们 这波羊毛我先耗了 来来来到货了啊 上次我买的是 295块钱的国际快递20斤 这次的话呢 是港澳台的 滞留键快递盲盒 也是20斤 花了我298块钱 比上次呢还要贵3块 不过上次呢 是两个大箱啊 这是只有一个箱子 反正我是觉得 不管箱子多少 你只要里面能开的好东西 它就是好的对吧 那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说里面能够种的好东西啊 到时候咱们直接评论区抽给幸运观众啊 如果说没种到啊 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回播学好吧 那希望这一次啊 能够把上次的撞回来 我去这就一个东西兄弟们 好 有到激动人心的时候啊 哎 怎么我感觉这个东西跟上次的好像差不多呀 它不是同一家店 但是感觉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看 我们上次开的 它全写的是这个国家的 那个国家的快递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个是丹麦的 西班牙的 德国的啊 当然买都买了啊 咱们就今天简单的开一下啊 反正就目前来看呢 是没有一样啊 是那种像手机啊 手办啊 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 只有这一个方形的 等会咱们最后开啊 来吧 先开一个啊 这个是江苏昆山的 退到义乌的快递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是国内的啊 我去 这个是一包护发素精油 兄弟们 这给我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呢 跟上次一样啊 它是每样东西都会写 到底是什么啊 哎 这两百多块钱啊 我吃什么不香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来吧 继续啊 印度的 这个基本上不用看是哪里的 它全部都是国内的 都是那种二次给你加工好的 我去 这还稍微有点用啊 好 挪威的哈 但是总体来说 这些东西比上次要稍微好一点点 我去 像是明信片像是什么东西的 哦 贺卡 三包兄弟们 这留着我可以过多少年 过多少节了 你想想 反正给我也没什么用 好 下一个啊 这个是瑞典的 真的是比上次的不一样啊 两包桌椅脚垫 就专门给那种桌子椅子凳子不平的那种垫的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手机壳啊 我去玫瑰花手机壳兄弟们 烧不烧气 不过看这个造型啊iPhone7的手机壳 我根本用不了啊 好 下一个 这个也是瑞典的啊 我去 这个应该稍微有点用吧 围巾啊 兄弟们 哎 你别说 现在天气还挺冷的 这还不是围巾啊 这是围薄啊 我感觉我都带不上去 你知道吧 人家图片是这样的 我带的是这样的 哎 你别说啊 其实还挺好看的 正好跟你们薪扫啊 一人一个 那下一个啊 这个是葡萄牙的 我去 你们 看呗 我去这发财了呀 金的老虎的吊坠啊 兄弟们 1234 2021222324 我去24个金吊坠啊 发了发了发了 来 现场火烧啊 哎 就这 这还需要烧吗 这表面是金的 你看 它反面是这样的 白欢喜一场 如果这是真黄金兄弟们 那咱们200多块钱 直接赚发 来来来 下一个啊 这个是江苏苏州昆山市的 这我不知道谁会买这样的东西啊 肯定是快递站那边一留下来的 就这样的啊 挡机箱的啊 只能说留着给自己的机箱用吧 来 接着这个是斯诺伐克的推荐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 渐变长款双面围巾 围巾 这还不止一个呀 哦 它这就是算一包 总共有11个围巾 我猜啊 就送给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 他们肯定是要这个东西的啊 披上啊 正好是彩色的 沾沾喜气啊 来 下一个 这个是德国的快递啊 它这一包里面也是同样啊 好多这样的东西 日记贴纸啊 总共两包 然后这个是假花 你看 三个蚝油挤压泵 这个是深蓝色包包 公仔娃娃衣服 哦 这是个包包啊 总结 全是垃圾 来 下一个啊 这个是印尼的 这个叫做金字塔 隔音泡棉 这盲盒真懂我啊 兄弟们 他怎么知道 就只有作者会买这些东西啊 我就不拆开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空的啊 拆开之后 它会捧得很大 下一个是新加坡的 这东西超级重啊 拿手摸着 有那种一根一根的感觉 这个不会是古话吧 兄弟们 是我抢的太多 植物苔藓柱啊 苔藓柱这有什么用啊 我去 这个是弯头不锈钢水草捏子 这么长的一个捏子啊 这拿来夹烤肉 这多香啊 对吧 离远一点 省得邮件你一身 这个是一个亚克力版的一个装饰啊 汽车座椅筛条 连这个东西都有啊 最后这一个 我说呢 圆圆滚滚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墙纸啊 怪不得拿起来重 就光这个墙子就有那个擀面杖那么重了 好 下一个啊 这不用说是哪里的 全是国内的 这是包 应该是放相机或者放手机的 跨包 应该属于就是跨到这个地方的 我感觉这玩意儿真的是很没啊 都不要这个东西拉倒 这什么玩意儿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能有什么用啊 好 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候啊 最后剩下两个大件 就这两个大件 到底能不能回本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其他前面开的全部都是垃圾 先开这个吧 你洗 我去这好像真逆袭了 兄弟们 你看我开到什么 这盲盒里面 它确实还是有一点东西 你看啊 上次我们开的是电饭锅 他这次给我开了一双溜逼鞋 不过这个溜逼鞋呢 它确实是新的啊 就是这个码数 这个不是成人的码数 这是小孩的 这么短 我的手都比他长 不过至少人家 它是静音的 你看 我小时候滑的那种 是有声音的啊 因为有声音的便宜 没声音的贵一点 这个一副应该也得要个100块钱吧 就算它100好吧 我们就298回100 还亏198 还剩下最后一个啊 方方正正啊 直接来个投影仪行吧 好 有戏啊 我真的是机器人的 还真是个机器人 这给我猜对了 但是不是扫地的啊 这个叫做喜萌机器人 这是专门给小孩子 点播那个小学课本的机器人啊 没电了啊 开不了机 不过这个玩意儿也是新的啊 磨的没撕 那总共啊298 开到了就是这两个东西 是新的 其他全部都洋垃圾 如果要这样来说的话 我回想了一下 上次我们开到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那个牙刷的杯架 还有一个是电饭宝 这两个东西是正儿八点新的 没用过其他全部都是垃圾 然后这次跟上次特别一样啊 一个溜冰鞋 一个找叫机器人 这两个也是新的 其他全部都是洋垃圾 是吧 所以说你买这个盲盒的话呢 它一定是会给你两个新的东西 然后再带一些那种洋垃圾给你 反正就是能不能开到好的呢 就看你自己的运气 反正我这次跟上次确实是不一样啊 盲盒嘛 我觉得其实就涂个乐就行 但是你别深陷其中啊 我是觉得乐趣是有啊 但是这钱能不能给我退位 我靠我靠我靠 最近网上有人在卖电脑主机盲盒 一台199块 号称买不了吃亏 小孩用了学习棒 老人用了赛流响 我觉得这店家才有一个商业头脑 你知道吧 一般看到这种的 就是我们自媒体作者会买 来到货了啊 总共呢我买了两台啊 那今天这条视频 咱们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啊 在开箱之前呢 也是希望各位 长按点赞帮大新 点赞支持一波 并且能够点个关注也是最好的啊 感谢各位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我买的是电脑啊 这电脑呢 这个像是键盘的样子啊 这么薄 而且这还有只蟑螂 你看 他已经撬辫子了啊 这我怎么看 这像是一个工具箱啊 666 这是一个工具箱电脑吧 我当时也懵了 你知道吧 看着它其实像是个工具箱啊 这打开以后 你看 这个是风扇啊 这个应该是硬盘 这个是什么 散热 主板 我去 这都集成在一块啊 然后这边啊 明显它就是自己改装的 你看啊 电源和开机这里啊 全部是切割完之后啊 装上去的 你别说 这佩服商家的手艺啊 我此时此刻只能说666啊 那另外这个 我猜大概6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兄弟们太激发了 我这买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第二个啊 这明显一看 它是拿纸盒给咱们做的啊 叫做101机顶盒 还不是DVD 还是个支架的盒子 这电源都直接拢起了兄弟 不是 就这玩意儿它能开机吗 我想说 就直接这样发过来的 我的天哪 不过你别说啊 这电脑机箱被我扯烂了的啊 兄弟们 没事啊 开个天灵盖 这样更好散热一些 这里面还加了一张显卡啊 但是应该是很多年前的 就很旧啊 那这就是咱们买的两台电脑主机啊 一个是工具箱电脑 一个是纸壳电脑 看着其实挺美观啊 这明显就是自己亲手 自作出来的那种电脑主机 但是能不能开机就不知道啊 咱们接着来去试一下好吧 好现在这个台设备啊 已经被我接上了 看着像是个工具箱啊 但实际上接完以后还真像那么回事啊 但有一个要吐槽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地方是很老的线 还好我们这边有的卖啊 这是我新买的一根 并且啊 它这个设计呢 就开机这里啊 它是放在这个地方 专门给你弄了个开机键啊 兄弟们这你受得了吗 来咱们直接开个机看看啊 会不会亮 来了来了 所有的全部都亮了啊 屏幕没亮 不知道为啥 这玩意儿怎么越来越响了啊 它机都不开 你还响 你怎么好意思响啊 兄弟 没办法啊 我们只能测试第二台了啊 然后第二台我又看了一下 这玩意儿没有开机键兄弟们 还好我有啊 我这有台废旧的机箱 正好这里有一根开机的线啊 它就是没接这根线 它直接插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小口 来直接试一波哈 开机 感觉已经开了兄弟们 这风扇是坏的呀 这风扇碎了 你看 好 掰了一下啊 转了转了 这也不亮了 这为啥啊 刚才我问了一家商家啊 他是说这个线呢 不能用转接线 因为这个主板的话呢 他只能接到这种线啊 然后刚刚我用的是转接头啊 转的DP口 所以导致这个显示屏没有反应啊 所以意味着呢 我就必须得去找一个 这个头子专用的显示屏 好麻烦啊 但是啊 大家都知道 咱们是拍视频的啊 这种东西能拿得到我吗 我正好有一块这个屏幕 上面全部都是灰啊 这块屏幕正正好好 看到没 有一个蓝色的口啊 随着就告诉我们啊 有困难 咱们就克服困难 对吧 没有困难 咱们不要制造困难啊 没有困难最好 这根线的话呢 就直接是插在这里的啊 这回我就不信它还不来 好 再开机试一下啊 有了有了有了 我就说啊兄弟们 这点问题难不倒咱们作者啊 要知道咱们视频作者有多伟大了吧 终于进来了兄弟们 XP系统啊 配置的话 我看一下啊 它这用的是 AMD的4300 有一张显卡啊 显卡的话应该是很老很老的 十年前的显卡 但这里显示不出来啊 好 这玩意我看了一下啊 设置了半天 上不了网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XP系统啊 它上网的话呢 它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宽带连接啊 当这个账号密码的话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飞子开的这个宽带号码 查了半天也弄不了啊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上网啊 咱们只能玩玩小游戏 它这里面有个什么翻转期扫雷之类的啊 玩这个游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我估计看电视看电影那些 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还有这个啊 当年最喜欢玩的这个3D弹球啊 这个在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啊 以前有电脑课啊 所有的游戏里面就只会玩这一个 这里下空格键 然后蓄力啊 把这个弹珠弹出来 等等等等等等等 走到这里 走走走走 以前贼喜欢玩这个 但到现在啊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它到底怎么玩的啊 当然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勾起各位的回忆商啊 本来我是想拿这个电脑 去玩点别的东西 但是没办法 这连不了网 还好我买了两台啊 至少证明这台电脑 它是能开机的啊 只是咱们线没插队 那接下来咱们换另外一台电脑啊 新闻那台电脑它不要是XP的 如果是XP那就完了 好第二台部署完成啊 321走你 这什么玩意儿 这现在开始报警了 这不会我离机10秒自动爆炸吧 我天哪 OKOK好了好了好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哎来了来了来了 OK终于来了 用的是温7啊 这个那温7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连网的啊 果然咱们运气还是不错的啊 OKOK来了来了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温7系统 我们好好看看这台电脑啊 网络就选公用网络好吧 不说真的这个比之前那个要卡啊兄弟们 明显感觉到卡针啊 配置我们先看一下啊 处理器用的是直接写个英特3.06G啊 这连AMD都算不上兄弟们 显卡的话这没有啊 就是一个集成显卡 除了处理器的话内存用的是4GB啊 然后硬盘的话呢用的是300个G的机械硬盘啊 所以说很卡 它不是固态啊 固态的话会很快 甚至网页都打不开 太慢了兄弟 上了半天啊 终于把这网页上来了 我看看看视频看能不能看啊 真的等了十几分钟 这怎么还不来啊 这根本就动不了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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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起烟了呀 最近在网上我发现了一款只用付运费的快递盲盒 商家号称是中转舱滞留无人任领件 东西免费 但是不包油 全部商品按照快递费的价格出售 手中的话呢是9元 蓄重是5.5元 这东西不知道你们买过没有啊 老一口气呢直接买了80斤啊 商家算完价格呢总共是223块 来到货了兄弟们 东西还算挺多 总共是10个包裹 但是全部都是发的物流发过来的啊 其中这个呢是最重的 称了一下 单单这一个包裹就有20多斤了 按商家的说法呢 里面的东西呢咱们是免费的 我们只是付了个运费而已啊 但是我觉得快递费肯定是不要这么多的 他肯定是中途赚了钱 这条视频呢也是图一个乐啊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所谓的免费盲 咱们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如果有各位准备买的话 那你先看完这条视频再做决定好吧 在开箱之前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感谢 先把这小的给拆了哈 哦 这个不是东西啊 是吃的呀 这一袋呢总共是两包某龙辣条啊 他这个算是滞留件嘛 我怎么感觉像是自己在市场上买的呀 你看他这写的啊 超市购物袋 名字是辣条小面筋啊 这东西还不少 整整这一大堆 数了一下刚刚好50包 然后我看了一下网上这个价格啊 50包32块钱 你要这样说那直接回本32对吧 日期的话呢都是3月份的 保质期120点 5月份就过期了吗 蚊子还挺香的 这应该是吃一口没问题吧 吃着没啥问题 但日期都是3月份的 那你要这样说那还真的还算是滞留件 对吧 那毕竟东西都过期了 不过我就不知道啊 这东西如果说拿去投诉商家 他算不算是卖那个过期产品给你啊 这什么玩意儿 你说他是个垃圾桶吧 他又算不上啊 他底下有两个洞 你看他不会是这样带在头上的吧 啊 带在头上的声音就变了 这摘不下了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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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以为说这个是碗啊 结果我又看了一下 他这底下还是有洞 这跟这个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种树的 这个应该是种花的 不然呢我要这东西干嘛呀 我又不养花又不干嘛的 这玩意儿啊 在网上四块钱一个啊 四个 四四一十六 陪到姥姥家了啊 紧拆封未激活啊 不知道有没有想要的 有想要的直接抠我好吧 我干 这又是什么鬼啊 这是个塑料的那种罐子啊 不过他这个盖子挺有意思啊 做的跟那个凳子一样 这不会就是一个做凳吧 真是啊 名字叫做儿童玩具收纳凳 他可以把东西藏在这个凳子里面 除了收纳还能够做人 哎你别说 这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用的啊 正好可以把它那条塞里面 啊别说还不影响做哈 真可以 完了就没了兄弟们 就剩下这一个大包了 两百多块钱 我怎么感觉花的这么冤呢 哦这个是分散的快递啊 里面总共是五个快递 而且全部都是不同的快递公司的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名字 都是什么淘开头的 这个也是啊 还有这个啊 这也是淘开头的 唯独只有这个好像最像的样子 完全没有拆封 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能开出啥哈 这个好像是钢笔加上挂坠什么的吧 这应该是一幅画啊 上林副啊兄弟们 只不过是纯纸 这玩意儿我觉得啊 如果加那种什么东西表一下的话 这就可以当古玩盲盒卖了兄弟们 哎呀 这是个衣服吧兄弟们 啊不是衣服是裤子啊 夏天的短裤啊 但是贼大 尺码3XL的 我觉得吧 价格应该就19块9左右啊 可能连30都不到 我干 这个全是衣架啊 总共有4款啊 这一款有10个 那就是40个 我看这衣架多少钱啊 如果是50个的话呢 得58块钱啊 那还可以啊 平时留着晒衣服还挺好的 但我要这东西干嘛呢 我其实有衣架啊 而且够用 你说这突然来了这么多衣架 啊 那我得多买点衣服了 是吧 来兄弟们下一个啊 这玩意儿是里面最重的一个 光这一个包就有13斤 希望它不要是砖头就行啊 哇 去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 没想到啊 这里面居然是4本书 也不是书啊 叫做中国原创绘本系列 正好就4本啊 24节系 春夏秋冬 全部都是没有拆封过的 这个是新的 正好现在是秋天啊 那我拆个秋天的看一下吧 我去 这么厚啊 还真的是图绘本啊 给小孩子看的 看到没 应该都是一些关于节气之类的那种故事啊 光一个秋天就有这么厚啊 底下还有春夏秋冬 留着给孩子看还是挺不错的 这东西还挺贵的 一个秋天的就要66块啊 不然这样一想啊 这免费盲盒 好像还真是免费的 对吧 因为单算价格 这一份就直接回本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就这些东西 我要它有何用啊兄弟 这东西给小孩子看的啊 我已经过了小孩的年纪 加上我现在的小孩子都没有 老规矩啊 送你们好吧 来 最后一个 这也是没有开箱过的 我看了一下侧边 它应该写的是叫做 唤醒肌肤本美 我觉得可能是补水霜之类的啊 你别看外面的包装脏啊 这里面真新啊兄弟们 哦 还有个镜子啊 这应该是化妆盒吧 啊 还真是个化妆盒 空的 整体造型就这样的 手提箱设计啊 品值钱啊 一个得58块 一模一样啊 叫做化妆盒 手势盒 收纳箱 留给你们薪扫 好吧 它有的时候也有那什么化妆品之类的 那正好可以装到这里面 那总共200多块钱呢 咱们就开到了这一堆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反正如果严格意义上算每一个东西的价格呢 其实还是值得的 就光这个书就值200多块钱 我只能说这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想用上 其实还是能用得上 它只是说强迫你自己去学一些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种树种花 还有生个小孩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 最后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